长年期第十九周星期四单数年 若苏恶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七节 马斗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十九章第一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8月17日 耶稣基督今天接替梅色植物的若苏恶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有点像四十年前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的伟大 这绝对不是若苏恶能如此做的 就像我们最近读到的很多旧约的故事一样 是天主 只有天主才能为以色列人做出如此伟大的事 天主的约会表示了天主的灵在 是的 天主的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但是既然是天主 天主要做的事是毫无困难的 如果读经一表达了天主难以言喻的大能的话 今天的福音表达了天主的难以言喻的宽人 宽恕别人七次够多了吧 不是 七十个七次 也就是不计其数 塔冷通跟德纳的比较 就好像金币跟铜币的比较 天主撤销我们一万个塔冷通的欠债 我们人却连撤销别人一百个德纳的欠债都做不到 就如我们人无法用自己的能力去想象天主的能力 我们也无法用自己的宽人去想象天主的宽人 不止如此 远远超过今天福音所表达的天主的宽人的 谁能想象为了他所造的人类的罪过的赦免 天主竟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 我们人只能用自己能够经验 能够了解的去认识新的事物 这就注定了天主为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永远的奥秘 为了我们人不至完全无法了解他 天主降生成人 让我们以我们的水平和层级 看得到 摸得到他 能够了解天主一点点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即便我们以后在天堂面对面看到天主 如圣奥斯定说的 天主为我们还是永远古老 又永远新颖 万古长新的 我们每天会看到天主崭新美丽的面容 永远也不会枯燥沉闷 天主性无限超越人性 没有交接点 我们人能够与天主结合得到神话 是因为我们的人性与耶稣的人性结合 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领受主耶稣的体血 而耶稣的人性是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 不可分的 所以教父们常说 天主子变成人 为使人得以神话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 母带的订阅